其實不是不行 就是變成說下路線要打得非常激烈了 欸 換成了艾希 艾希瑞納達 這是T1有選過的下路組合 經典的組合 對 那要去讓凱撒在線上過得難受了 雙C球女跟艾希是沒有位移的 你會很容易被針對喔 最後的輔助選擇Mikki 還有什麼怪招巴德 作為的是最後的輔助選擇 去對到對方的艾希布朗姆 這個是一直跟你跑線的耶 對 但我覺得你剛剛所提到的納爾這個問題 就上半場的大將也提過了 納爾是可以利用嘉文的這個競技場 去推這個狂獸姆騎的 沒錯 沒錯 喔 但是一等 然後被抓到位子了 艾希布朗姆直接走進了對方的藍區 在這邊要被反包了 欸 這個是我家 不是你家 但反而現在是先把真道冰鋒打出來 Caps被暈在原地 閃現膠鑽上 還被掛了一個點燃閃現的普攻 方式暗補下了這個First Blood 另外一邊的Broken Blade 納爾跳跳過牆居然還多一個人 但是Miki的狀態也要被牙膏一個普攻給帶走 前面的Elk還在撐 身上還有進化 但他一滴血沒有出事 還是他把先收割掉了牙膏 荊棘催殘緩 緩住Elk的人頭給到Broken Blade 還有特別特別強 小團特別強的一個英雄 但他們 並沒有就是四個人或是五個人一起抱團 他們是兩個人 雙人組直接走到了對方的藍區 沒錯 哇 這個輸的方式 這個一等的 這個 這個出事的問題 其實在跟他們打T1的那個BO3當中就發生過 但至少 這場比賽看起來傷口撕裂的沒有這麼大 對 我覺得G2這邊也很聰明 就是 知道你的人員進來之後 他是做一個反爆的動作 然後這邊最主要是Broken Blade 他是有一點犧牲他自己的 自己的這個 到現場 反而是有點難受 另外一邊的G2 只交了一個點燃 上半部的阿兵 很兇的換血 但重量碾壓直接跳在臉上 但是這波貼臉的拋岩沒有拋到阿兵 很聰明了 就是T1的中上線推線 全追速入眼 三分鐘跑線 牙膏沒有閃現 被宇宙之月給定在了原地 Caps 往前插 但是刀鋒之跑的效果已經結束 Yak 還在跟薰護打 一樣是Broken Blade 跳過的牆 想要來打薰 但是閃現想要硬打 被對方綁住之後 拍了一個被動回血 反而是薰現在的狀況很尷尬 紅 雖然是吃到了 但是Broken Blade 持續的追擊 點破一個三環 但他還有光盾壁虎 Q閃 沒有盯到牆 但兩下普攻 Mikki也擊殺掉了薰 現在變成阿兵 身陷敵贏 暈住了Mikki 想要來硬殺 但是對方有三個人 不過他刮雷姆弱落 強勢 他有可能完成一打三 身上的怒氣 還是非常的多 Broken Blade跟Yak 還想要再追 但是阿兵沒有閃現了 這波要反打 感覺也是沒那麼簡單 這位支援的關係被拉開了 兩邊輔助都一直瘋狂在跑線 因為 兩邊的血量都是有點 沒那麼好的 Ong是已經四等了 Mikki只有三等 來跟中路的Caps分經驗嗎 而上半部的薰 在後面蹲點 Broken Blade沒有閃 更變小 那死透了嗎 不好躍喔 來看一下怎麼躍 有跳嗎 先拿而跳跳回頭 但是馬上被EQ串了起來 阿兵扛了一下塔 但有大切八塊 收割人頭 同時還在撤出塔外 那也很難跳走 但是就是要看能不能壓秒 壓到那個鴻路大兵的時間 這閃現是還沒有轉好的 只能先用進化解掉的點燃 扭掉了對方的探索者 但是韓沙瑪選擇閃現要硬打 還差兩下 最後的普攻出手了是Mikki 又拿下了一顆人頭 也起到了效果 但當然 雖然說G2在前面的 這個鏡頭很多啦 但實際上 他們的經濟還是落後的 Mikki 又滑到EQ臉上 閃現是轉好的 但這波閃現躲掉了探索者 後面 韓沙瑪也沒有把自己的兵給落下 那BLG 現在的局勢 拿完一條小龍之後 還要再來拿雙半部的預示者 嗯 那目前節奏都很舒服喔 對於BLG這邊來講 艾希布朗姆是先靠的 另外Mikki 這邊盲探走過來 插了一根眼睛 有看到兵箭沒有射到Caps 一個後側步躲掉 那反而是G2 還可以再稍微看一下 稍微是騷擾 上面BROKEN BAD的怒氣 非常的好 這波BLG 非常不妙 來看一下 波控隊 準備變大 但是現在先被一個 一根串到之後 把三個人給推開 現在目標轉到預示者 是被 看起來是BLG中到了 那看一個強女神 想要跑推的牆壁 現在G2全部人都殘血 但想要撤退 雖然說是暈住了兩個人 但預示者 先被ON給撿走了 而且前面則是YAK死去 BROKEN BLADE則是蹲到了一個點 打一下 也是領先的不少 三個人頭的領先 Caps沒有閃 沒有大絕 被對方EQ竄上來之後 接脈衝 牙膏 再拿下了EQ人頭 這個是比較多了 對 而且上半步 持續的堆線壓制 已經20隻的CS領先上來 咬住BROKEN BLADE 被逼閃了 這件是可以先推先動的 那確實在CS上也有打出一些優勢 但是 還是沒有打 沒有打到他們想要的團戰 對 反而是自己的中上一直被進攻 一直被進攻 現在又是BROKEN BLADE要被進攻 知道你是沒有閃現的 但準備要變大 這波納賴跳跳沒有踩到頭 再打第二輪 他們怒氣準備要已經變大 而且下路 這是YAK的一波想要塔殺 但是ON舉起了盾牌 不過還長把用殺速本能殺到了ELC身旁 最後只能金塔 連著ELC一起金 去渡這波塔殺是失敗了 現在想要撤退 但阿兵後面有TP 剛剛月上沒有成功 閃現還差一點 但阿兵 先切到了一個位置 但被推開 沒有然後了 下路的ELC也拿到了護甲城 但是現在剛好變大 推回塔下 但是對方 還有一隻小兵反而是上去 兵箭留住 隨著震盪冰鋒的效果 觸發生這樣的點燃 專注射擊射到底ELC 擊殺BROKEN BLADE 這被是輸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等到對方是 人員比較多的那邊出現人了 你才可以去做鏡像的交換 但知道對面下路雙人組 把該交的招都交光 這是雙人組飛了過來 給自己一個驚人的機會 擋住了普光帶 喊森馬 最後還是有辦法補足傷害 讓Micky收下ELC Micky最後沒有倒 而上路想要躍Caps也沒有成功 但是尋來了PQ 但是先被YAK給綁住 後續還在看想要閃現 踩死Caps 而且講到發育這點喔 G2現在唯一發育最好的人是個巴德 他拿了三顆人頭 前面的所有擊殺都是剛好 在沒辦法的情況下只能讓他收 對那他拿頭的話是真的很難 哎唷 閃定嗎 這已經捲掉大絕之後 一波的Q閃兼遠方的奇空探索者 但牙膏差一滴沒有打 反而是兵劍 留住了Micky Shutdown 還被尋給拿到 再一個冰河裂性 也留住了YAK 逼出閃現 再回頭開出鬼靈之臥 可以往河道去做撤退 但G2 這最肥的點位也被抓了 還是打的還是很弱 因為左邊的裝備都還是比較好的情況下 鱷魚 是比較厲害的 來了巴德的 欸從預示者的天敵 巴德 但是這邊要被懲罰了 被兵住 但還有一個奇幻旅程 往左開車 全部人BOG都上車了 你暈住了兩個 但還有第三個人 EQ 串死了Micky 一直提到的是沒有上一把這麼強 反而是BOG主動開團 射到了Micky 一波的COMBO 全部的大絕都交在了這個巴德身上 二塔也給拔掉 沒辦法 因為右邊現在 哎唷 捲到 又捲到了 再捲 閃線EQ想要再串 但是XL馬上滑走 一步都沒辦法靠近那個河道 而且也沒有一個後眼 主動要開 ELK 走一掉的兵箭 雖然今次驚到了 但後續的CT沒有辦法跟上 輸出也打不到 ELK 完全沒事 被對方按了一個驚人就沒 就結束了 反而是你要被開了 EQ進場的薰雖然被推開 但還有浩劫將你回頭 一踩關注雙C 逼出兩個閃線 左邊YAK的鬼靈之握 是有很好的限制了 對方BOG的進場 但是阿兵閃線 就咬了這棵樹 咬著不胖 專注射擊一直射 刮殺 刮到底 是成功的把這棵樹給刮倒了 這樣子可以再回頭動巴龍哦 這個中上不停的循環 中上下 要開了要開了要開了 有驚到了對方的ELK 那是昂就在他的身旁 幫他擋住了所有技能 反而是下面薰開了進去 把Hands Up Up給開死了 兵箭再暈到了CAPS 這時候的薰已經來到了CAPS的身旁 但在推到了塔下 按了一個驚人 但是CAPS按了驚人 同時被四個人壓幾身 壓高收割人頭 專注射擊 無顆大 手上的弓 就沒有停過 閃線來到了溫泉前面 只剩Miki一個人 巨突 無法防守 哇 還是沒辦法破除這個 紅方的佛咒吧 是 我們準備 要攻擊的是BLG 在今天下半場 瑞士智智的最後一場比賽 2比1 擊敗G2 前進8強 1比半 1比or賺 1比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